大家好 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5.0-5.2卡池曝光火神登场 钟离复刻安排 第2期混池新消息 元神5.0卡池混池重新登场 进行大改版 可以指定胜一物 那塔火神爆猛料 元神5.0-5.2卡池安排 双限定太香 火神上限时间确定 那塔角色抽取推荐 一直都在讨论的第2期的混池 目前有新消息提到 5.2之前是确定有一次的 之前老消息是说 在5.0卡池会有新的混池 但是5.0的卡池因为有两个新角色的原因 现在可能出现混池的变动了 而这次爆料 新混池的名单基本上是 克勤、七七、甘雨、公子、星海和胡桃这些角色 关于下个版本进行奖励也会进行改版 不少玩家应该还在头疼 为什么奖励只能领取矿石 现在已经有很多玩家背包里面 有成千上万个矿石了 完全不需要奖励的这点矿石 因此策划也是对奖励进行了改动 玩家每升十级进行登记 就可以支选一次奖励来领取 后续大家不需要矿石 就可以把它换成圣遗物、经验药水 或者摩拉和经验书 我个人认为兑换圣遗物的经验药水 是最合适不过了 剩下的经验书和摩拉 如果不是高级经验书的话 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吧 如果要是能兑换成角色的天赋培养材料 那就更好不过了 同时还更新了一个消耗品 可以指定胜遗物 盲拆应该是跟崩田一样 可以指定主词条 元神 5.0卡池复刻角色安排 终离来了第二期混池角色 随着元神封单 4.8版本卡池的前瞻直播结束 新五星角色艾梅利埃即将登场 同时到维亚尼怒也拦着 三位五星角色也将迎来复刻 各位元宝们 你们的元石是否已经被组了呢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5.0纳塔版本角色复刻 5.0版本角色复刻安排5.0 版本作为纳塔的首个版本 新角色的登场是必然的 根据官方公布的三位纳塔角色的PV 两位新五星限定角色基本上可以确定 也就是说在5.0版本大概率 会有两位五星角色迎来复刻 目前为复刻最长时间的角色 包括申赫 甘雨昕 海达达 利 阿 钟离 胡桃 温迪来 欧斯利 其中甘雨昕 海达达利亚 胡桃都是复刻过三次以上的角色 后续大概率都会进入第二期混池 温迪第一期混池就没进 所以第二期大概率还是不会进混池 同为神明的钟离 也基本上可以确定不会进混池 因此最后算下来三位角色复刻的概率较大 分别是钟离神赫 莱欧斯利钟离的复刻概率 在这三位角色中 5.0纳塔复刻概率最大的应该就属钟离 5.0卡池剧变 雷神万叶插队 纳塔地图 吉尼奇十几手暴 新神渊取消 各位大佬 九九九九等了 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是有关5.0角色抽卡例会 吉尼奇真的好酷啊 像素龙好像数码宝贝训练师呀 超喜欢杀鱼妹这张 5.0新增角色名片 只能说风格大变啊 但我觉得好看 这个像素风有种马里奥的感觉 5.0暂时没有火煮 旅行者暂时无法与纳塔神像共鸣 可能火神还在打复活赛 可能5.2做完任务才能共鸣吧 5.0卡池大反转 一位具有战绩的舅舅透露 5.0卡池除了两位新纳塔五星角色之外 万叶雷神也将在这个版本复刻 之所以万叶复刻 其实主要是因为4.1 就是那个颜大夫了 万叶要被淘汰了 赶紧卖一波 深贺大概率是要和咸云 平姥姥一起 在5月1日的海灯节版本 五官4.3星角色平姥姥 最新消息说定位水系长枪角色 主C模板 角色设计思路位 比于月龙门 会作为今年海灯节版本的文化输出角色出场 体型必然是长女了 不过真是想不通 策划居然又出水线舞 水系是不是五星最多的属性了 队长是可玩角色 武器是单手剑 来源Meryl 这位我记得好像是纯姐包 所以可信度还是挺高 尚不确定是否是战位谷 但总之不是怪物魔 之前404就就说不自机 不过后来留了后路 说那塔不自机 所以和404的说辞并不冲突 双方可能都是对的 至于队长最后会不会摘下面具 目前还没确定 反正现在脸部大概率没建模 因为不会那塔落地 可能要等到制东 不然后面没剧情了 而且肯定是越后面的角色 反正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